欢迎收看传媒对照 两代人可以穿越时空对唱 亦可以穿越时空用文章来对话 台湾传奇女作家三毛的亲侄女陈天池 在三毛逝世三十周年之际 出书《我的姑姑三毛》 以22篇回忆性的散文 呼应三毛生前的著作 用三毛家人视角带来与别不同的感悟 令三毛的情怀继续在文字当中回荡 在读者心中重生 在华文社区被称为猫王的 摇滚乐歌手皮李时利 在科技配合下 过了身多年 还可以与女儿Lisa穿越时空对唱 《Dru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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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在身后多年 与女儿Nathalie同唱一首《不能忘怀》 Unforgetable In every way And forevermore And forevermore 这首歌曾经红遍大江南北 歌词内容就是田池人亲身写照 它就是三毛 三毛的亲侄女陈天池 也是三毛细世三十周年之際 出书《我的姑姑三母》 以22篇回忆性质的散文 与姑姑三母穿越时空对话 我们三毛家人也已经筹划了一阵子 这本书其实我们主要目的 在房间大概我们曾经统计过 有一百多种 就是关于三毛的可以说是传记 或者是各种的住宿 有一百多种 但唯独缺的一种 就是由我们三毛家人的一个视角 来讲述的姑姑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出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就是希望让喜欢三毛的人 三毛的读者 能够从一个三毛家人的视角 一个比较不同的方面 能够还原三毛比较立体的一面 就是让大家知道三毛更真实 更可爱的一面 能够让它更接近我们现在的群众一点 陈天池说 这个就是我的姑姑 你们认识的三毛 那位传奇的女作家 旅居他乡的独立女性 我从小就认识的亲人 用独特的方式 带领我成长的人 我想跟姑姑说 很谢谢她能够让三十年后 让我能够来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是她在推动我来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也希望姑姑 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家人 能够把三毛的这些理念 推向全世界 陈天池说 姑姑如果在世 也有77岁了 虽然我们都很难想象 那位扎着两条鞭子 说话音声细气 但是勇敢追爱 充满着童心 以及好奇心的三毛 也有一天会变老 她用她的方式 在我们的心里面动灵 今天我们用我们的方式 令她重生 这本书是在2018年底 开始做有这个想法 比较具体的想法 但之前确实也有一些 比较还没有落实的想法 真的开始写是2019年左右 当然写的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跟家人的一些讨论 所以过程当中 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回忆的过程 我们也是因此 就是大家聊了一些 跟姑姑相处的一些情况 这本书比较特别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编排上面 跟三毛的简体书的13本书 都有做一个辉印 就是希望读者能够 再看三毛的书之余 再看我的书 就会有一个 可能不同的一个视角 来看同一篇的故事 其实姑姑三毛 她的本人 跟大家在当时 当时因为没有网络 所以当时在大家在电视 或是报章杂志上看的 甚至于她的书当中 看到了三毛 其实私底下的她 跟大家看到她是 差别并不大的 但是我们家人看到 姑姑比较不同的一面 就是她可能在工作之余 比较辛苦的一面 还有她就是对人际关系上面 比较 可以说是比较纠结的一面吧 因为她个性比较好 比较不会拒绝别人 我们看到了她是 就是工作之余 辛苦的一面 还有她生活中 非常有点可爱 又很童真的一面 三毛原名陈茂平 后来改名陈茂平 曾经游学西班牙、德国、美国 结婚之后 和丈夫何西 旅居当时属于西班牙的薩哈拉 期间她著作的薩哈拉的故事 《哭一的乐陀》 这几本书开始惊动文坛 而陈天茂是三毛亲弟的女儿 台湾东吴大学法学学士 美国Savanna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碩士 近年来成立了三毛北美旅游研究会 推广三毛文化 她说姑姑曾经很得戏地说过 三毛两个字总共是七画 三加七就是十存十美 每个人都有缺点 三毛肯定也是有缺点的 我想说她的缺点应该是比较不容 不太能够拒绝别人 因为可能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 也是对人会比较耐心一点 所以她其实在 当她回到台湾之后 就会有很多的邀约来 我记得以前在家里也是 常常都会有记者打电话来 就是约她去做访问 还有各种的演讲 那姑姑的行程其实每天都是很忙的 但是她又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 所以可能这个就是她的比较大的缺点吧 所以我们的家人可能我奶奶都得帮她出来 拒绝一些比较排布上的一些邀约吧 《沙毛》有多本著作《潜贼人口》 包括《雨桂不在来》 《杜草人手记》 《温柔的夜》 《梦女花乐之多少》 《万水千山走遍》 《亲爱的沙毛》 《我的宝贝》 《滚滚红尘》 《流星雨》 其中薩赫拉的故事最广为人知 是由十几篇散文结合而成 以沙漠、荒凉、单调的生活为背景 令到全球华文读者心慈神旺 到现在藉着多种文字翻译本 在世上流传 自由、流浪一直在文字里面回荡 我想一部作品能够流传那么长久呢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可能年代感比较少一点 因为《沙毛乐》有很多著作 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沙哈拉的故事》 当中有很多的故事 就是它当时经历了 亲身经历到我们现在 其实那些故事到现在 都是随时在沙哈拉的沙漠 都是在发生的 同时我们现代人呢 对年轻人来讲 在《沙毛乐》的书中 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共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海外的朋友 我们来了海外 会再回去看《沙毛乐》的书 就会感觉当时 《沙毛》在海外的一些生活 他写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 可能每天都在经历的 所以大家都能够在他的书中 找到一些共情 我想这是他的书 比较能够流传到现在 大家不同的年代去看 还是能够看出不同的味道 这应该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送你一匹马》 收录了沙毛回台湾定居之后 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是他对生命的感悟 子女行间充满了对家人 和对朋友的爱 当中 你是我特别的天使 隐藏着新孙背后 对双胞胎小侄女的悔咎 而陈天池的 你才是我特别的天使 扬日着 烂漫童年 和姑姑一起的天马行空 姑姑有一本书叫做《送你一匹马》 这本书当中有一篇文章 就是讲述我跟我的双胞胎姐姐 小时候的故事 这篇文章叫做 你是我特别的天使 在我的书当中 也有一篇就是 灰映姑姑的这篇文章 叫做 你才是我特别的天使 这篇文章 对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是因为姑姑 从她的视角来讲 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些 跟她之间的一些互动 那我想要在书中 我的书中体现的 就是从我小时候的视角 来回应姑姑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些亲情 就是也希望让读者 看到一个故事的 比较不同的视角 比较完整的一面 陈天池将姑姑的过世 形容为一场 没有剧本的戏 令人只能够接受 永远没有续集的结局 今次出版 我的姑姑三毛 或者就是为三毛 这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画上美丽的续笔 他说故事未完 姑姑的足跡永不消失 我们希望三毛的读者 或者是曾经认识他 甚至于不认识他的人 都能够以一个 不同的视角来看到 三毛同时能够更了解他 比较生活的一面 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个 比较正面一点 同时大家能够 在三毛很流浪 很浪漫的这种生活理念之余 能够了解他更多的 内心世界吧 就很多人会好奇 三毛他本身的教育观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一点 就是姑姑他在我们小时候 他常常会说 你们不需要考太好的成绩 不需要做什么学霸 如果你哪天能够考个最后一名回来 我就给你颁一个奖 就是好像学渣有奖一样 所以他其实教育观是比较鼓励我们自己去做不同的创作 他会买一些课外书籍给我们看 我相信这是他对我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他会养成我们阅读的习惯 还有就是他希望就是学习 其实就是在一个过程 而不是去真的是去拿一个奖 或是怎么样 陈天池说 无声的想念交织成一张破网 没有办法望着每一件事的记忆 只是望着了姑姑留下的一种感受 可能就是这种张力 令到他成为三毛至亲里面 唯一忠实的见证人和记录者 同样是三毛的粉丝 他或者就是唯一一个人 去到过三毛足迹度过的地方 很多人说尤其是女性朋友 说三毛就是他的眼 就是当年他们是透过三毛去看世界的 三毛曾经就是去了很多个地方 统计过大概有五十几个城市吧 所以说对女性来讲 说三毛是一个带着他去看 带着很多女性同胞去看世界 同时也给女性同胞 一些不同的选择的生活的方式 你可以很自由地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甚至于是就是不要受一些条条框框的规范 但同时你也是可以很独立自主的 同时也是保持女性本身的一种 让自己能够活得很自在的一种人生理念吧 就好像陈天池所说 三毛是个多面体 文学是其中之一 而她的生活态度 由衷更加令到读者羡慕 既是她们瞭望世界的眼睛 也是她们奔向自由的青春 想重吻以上的内容 可以上我们新时代电视的网站 点击节目重吻里面的传媒对焦就可以了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